《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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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八成银行 七成 或者九成 银行的成分為主 娘炮的成分為輔 一直以來還是挺堅強的 不管有沒有從事這工作 不管是一萬人觀眾 還是一百人觀眾的時候 好啦 我还挺坚强的 那你的柔情都给了谁 整个世界 先走一段 先走一段 声音又滑 操作又方便 龙总马总下午好 各位观众下午好 现在我在美丽的大名湖 今天没啥工作 所以就出来转一转 如果你是一个路过的观众 或者说你对前面的事情 还不太了解的话 请允许我简短的讲一下 我录这个视频的目的 有一家叫瓦唧唧哇的公司 对我进行侵权 这家瓦唧唧哇公司 有两个主要的老板 一个叫龙丹尼 一个叫马浩 这么些天 我在用微博狂轰乱炸他们 而且 他们知道我在狂轰乱炸他们 结果是 到现在为止 他们公司没有一个人 跳出来 站出来 跟我们取得联系 跟我们对话 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 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 我很清楚我现在在办一个 小丑的决策在是为了什么 我想把这件事情 抛根问题 这 不是我的风格 我从来 没有想利用我的听众 作为个体服很可怜的 一样自己做决定 大家就是你的一个人 去扛着这些事情 去Fuck他 马浩龙丹尼 早上好呀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昨天我没有睡好 所以现在看起来 可能有一点憔悴 你们两位见谅哈 从围前开始 其实每天都睡不好 我很清楚 这个行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也是我这么些年 一直在喜笑怒骂提出的 这个行业的规则需要有人去重塑 我上了很多小资料 也在不停地写脚本 不停地够是下不该怎么做 每天该怎么做 我觉得我有信心 我有能力 把你们两位哄出来 视频会一直录一直发 笼蛋密码号 我们不见不散 六分钟差不多 我一个朋友 做音乐节的 给我发了些消息 毛笔关心的来询问 音乐节是不是和理智同态 然后我回复他 冤有头再有主 让小毛放心 所以你说我对他 个人有什么基本应该 没有啊 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孩 他懂啥呀 懂事让你怎么样就怎么样 开始帮你打扮 帮你买衣服 各种方式帮你炒红 炒成偷牌 拿着通过你赚钱 来自了 帮你打扮 快去那边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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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要不要 你一会儿打死你了 去那边 你一会儿打死你了 去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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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来的吗 有什么东西 马上有点时间 等会上台把手机都关了 一切努力 直到三个小时以前 猜拳不搞定 不错 是马上来的 哎 不知道怎么做 我为你而然 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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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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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演出 你们所有拍的视频 都可以发 但是我提醒你们一点 帮我一下 所有的视频 at 一下 马小浩 娃唧唧娃 天若有情 天一饶 人间震荡 是 走走 哎 生活是苦难的 我又划着我的断增 啊 啊 啊 生活是苦难的 我又划着我的断增 出发了 三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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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生活在农村 三百万 父亲不在家 母亲无农 每天步行 一个小时去学校 走着泥巴路 穿过稻田 穿过油菜田 去上学 回来还要帮我妈去干活 去把自己家养的鸡 养的鸭子 找回来 去做饭 跟我妈回来 现在这个社会有几个年轻人 真正所谓的挨饿过 我他妈小时候我就挨饿 我做每一件事情 我都会想 哎 那会有什么大不了啊 大不了回到小时候呗 没吃没穿呗 又怎么样 我们阅队 我们团队 我也想到 如果他妈我被封杀了 我被搞死了 他们怎么办呀 这又会很怂 我说老板 已经尊严要多少钱 我说老板 已经你想要多少钱 我说老板 已经坚持要多少钱 我说老板 已经纯粹要多少钱 找回来 老师 登 玄子 我们停火48个小时 表示我们的情愿 好不好 等老师和龙大尼 马浩在上海会面之后 我们在座进一步的提供 说实话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我以为他们永远不会出现 所以这个事情再一次证明了 我的一个观点 我相信人都是向善的 我相信这个世界会好的 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诉求 你同意 OK 我们怎么继续下去 你不同意 OK 你要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 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我也不是来跟你讨价还价的 有一家叫挖唧唧挖的公司 对我进行侵权 我想把这件事情 报告问题 这个行业的规则需要有能去重塑 人间正当是放送 今天我一个朋友给我打的电话 特别生气 感觉还用我做出什么意料 跟我打了大概五分钟电话 一直在说一直在骂 你没客气 说我 说你 你都是什么 这么大事 给大家谋服务的事情 没有让人帮你说的 搞得我好像我做出来一样 但我真的 我真的无所谓 但如果隔十年前或十二年前 我也会觉得很憋屈 但我现在我真的无所谓 想着就说不想着就不说了 你想过自己的日子 我觉得无可否费 我就怕我每天不爱这个世界了 只爱我自己 过自己小日子 跟他们一样 赚点钱 摆个美剧 我特别怕这个东西 我希望能出个结论 我没有对结论有什么期待 我想的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不想跟他们再拖下去了 这事我觉得到现在 就大家应该有一个解决事情的方法了 就无论是这件事啊 怎么去处理下去 喂你好 哎 嗯 到酒店了 啊 啊好 好 好 好的 水 多水 那我就上去开会了 啊 你怎么开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做所有的和版权相关的工作 其实也就八年的时间 我个人在职业生涯里面 几乎受到所有的凌辱 委屈 都是才做这个时候感受到的 我看了一下 其实还是没有太多 就是本来不关注这件事 但是由于围观爬上来的人 其实还是少的 可能本身还是就是理智的听众 或者说读音乐的占绝大多数 就是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它能够成为一个行业里面的讨论的话题 它能够成为我们整个行业进步的一个标志性的世界 从事电视综艺网络节目的制作者出品方 作为这个所谓周边的这些演出的运营方 包括每一个买票进去看的人 包括每一个音乐的创作者 都应该在这个里面找到自己的视角 来观察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最不计最不计 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 就是一个普法的一个事件 我们在这边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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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还行 声音还行 大家中午好 现在我在美丽的渭海 我的背后应该就是刘宫 阿木脑子传 雨刚刚停 天还没有停 这个局面特别像现在的维权的局面 今天的这条视频 是为了回答毛不易粉丝的问题 为什么一开始 要贴着毛不易 是因为第一次的侵权事件 演唱会侵权事件 毛不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不行不行不行 看 战争对哪一方都是耗尽的事情 但战争从来不是你赢我输的事情 而是你损失的你能够承受得了 我损失的我能够承受得了 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清楚 但我们那边损失是很明显的 其实我们这三个人 我老师还有我们律师 我们三个人 要去应付那么多的问题 至少你消耗你的健康问题 但更重要的是脑力 脑力已经不够去 好好思考 我会把演出本身 就是一般人看不出 不会认为这个演出多差 但是我的角度是 如果说我没有被这个封绳 我会把那个演出做得更好 如果说我只会把演出的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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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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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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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